江苏有一个建筑工地 在施工时,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大黑洞 可是里面黑压压的一大片 根本就看不清楚 工人们赶紧找来手电筒 想一看究竟 但不看不打紧 一看吓一跳 其中有位男子,孤身一人进入洞穴 却惊奇地发现洞穴墙壁的两关 镶嵌着密密麻麻的绿色金属屋 仔细一看,竟然是铜钱 他们不敢妄动 赶紧联系了当地文物有关部门 让专业人士来查看 相关工作人员赶到后 立刻封锁了现场 但因为数量太多 检查起来比较慢 后来,经过专家们的仔细研究以后 竟然一口铜声地兴奋起来 原来这些铜钱都是宋代的 据说拥有千年历史 而且都用绳子连在一起 保存得很完好 虽然铜钱上有着厚厚的铜绿 但上面的字迹却非常清晰 共有三吨重 价格肯定是不可估量的 原来,这可能是当年当地的地下钱教 用来储存货币的 因年代久远而被遗忘